嗨大家好,我是TiaTia 然後這一位呢是我的美女朋友 叫做Miu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我本日給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 將 好多 這個是 歐佩拉家的Lip Tint 就是歐佩拉 最近剛進台灣的歐佩拉唇膏 然後因為我的可愛的朋友呢 他剛好認識廠商的姐姐 所以他們就送了我們全部的顏色 超多 超多可以 今天就是 因為我還沒有用歐佩拉唇膏 你剛剛已經用過我才有說到嗎 有 你已經用過 那你覺得好用嗎 你覺得 還蠻水潤的 很水潤 而且聽說有一個顏色是什麼 日本 非常有名的什麼花架色 就是那種 你擦上去那他就會把你取回家的 那種顏色 所以 對 敬服的顏色 聽說是比較屬於水潤的 呃 唇膏 然後就是你不用 主打就是說你不用擦護唇膏 直接上了會很水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是完全沒有上口紅 我等一下就是要直接試 因為我還沒有用過 我要做第一印象 然後還有今天全試色 我會試色給大家看 所以好 我們就先來看 這個唇膏到底是怎樣吧 所以你用過這個唇膏 你對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帥 蠻水潤 可是因為台灣一直都買不到之前 對 台灣都買不到 現在去層室好像已經開始有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先從 我們就先從那個花架色室好不好 花架色 花架色是這個 5號 5號是這個花架色 它是什麼 哦 珊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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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還沒有差哦 真的是新的 我真的沒有用過 我連試用品都沒有摸過 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去日本的時候這個就很紅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買過 很怪 你去日本有用過嗎 一直擦身而過嗎 對啊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沒時間看 真的假的 然後就沒有買到 對 所以大家看包裝 這個包裝真的 非常的可愛 就是這樣金色 我覺得日本的包裝真的都做得很好 很精緻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顏色 很精緻耶 這個金屬的管身我覺得 就是很有重量 這個份量不錯 不像是一般的那種 開架的感覺 唇膏的部分 它很透耶 它超像護唇膏的 真的 它非常的水潤 就是很像有顏色的護唇膏 很像有顏色的護唇膏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嘴巴上是完全沒有擦東西的 連護唇膏都沒有 就吃完飯就到現在 所以我要直接擦這個 所謂的花架水來看一下它的感覺 喔 很痛喔 所以我一開始沒有說要試 這就是 日本妹子會喜歡的東西 水水亮亮的 但是蠻漂亮的啦對不對 就是很自然 我覺得它就是有點像是 你用過YSL的唇膏嗎 沒有 它就有點像是專櫃YSL 勤挑水柚那系列 就是那種 開架版 我覺得 而且 就是很日本女孩子會喜歡的顏色 就是那種很透 很水潤 那種 很柔和的感覺 很柔和 很不利便 因為日本女生就是很喜歡這種 怎麼講 像那種小女人 膠滴滴的感覺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這個 滋潤度真的很棒 有把我嚇到 因為它 我剛剛是真的沒有擦護唇膏 然後吃完飯一直到現在 今天太陽又很大很熱 我覺得 它填補唇紋跟乾燥的效果 很厲害耶 真的很厲害 拉鏡給你們看 我覺得超強的 大家有看到這個光澤嗎 是不是 我覺得超漂亮的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很歐美 就是 比較濃厚一點的唇潭 那種霧面啊 現在不會流行那種霧面啊 然後那種顏色比較 深的 你可能就不會喜歡這個 實地 但如果 像下夏天 然後或者是 你想要那種比較 看起來比較清透一點 水潤感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唇膏很棒 而且如果你嘴巴乾燥了 這個一定要買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 超濕 它很濕 對 它就是很滋潤 然後 你真的不用擦護唇膏 它就像護唇膏一樣 因為我剛剛其實嘴巴還有一點點 就是 乾 我已經跑出來了 可是我 一長期 我覺得它的 舒適感 跟滋潤度 非常強 好 那剛剛我們試的這個 花架色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這個顏色 它是 5號 它是5號 那我們就 先在手部試色給大家看好了 1號 1號的顏色 我先手部試色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1號 比較紅一點沒有那麼矩 但也是走一個水潤透亮路線 這個是1號 2號 2號的顏色是 喔比較暗一點的粉色 對 它就是 它只是有一些粉紅色 比較暗一點 對 我覺得它是 粉色啦 對 就是粉紅色 比較暗一點沒有這麼亮的粉色 對 這個顏色也蠻好 對 它真的很水 它真的 它真的就像是 護唇膏欸我覺得 好 有時候我覺得是這種日式的唇擦 就有點龜大腔 感覺每個人都蠻強的 都差不多的 啊 好呢 欸這個是3號嗎 對 3號是杏塵 杏塵 對 應該是偏橘色 這個也是橘 但是這個橘啊 我覺得比5號還要橘 5號那個 欸 不太一樣 5號那個比較偏珊瑚紅 就是帶一點紅色的橘 然後這個是 真的比較橘一點的 這種顏色 畫給大家看 這個是3號 欸真的你看 但你看都知道很橘了吧 超級 你看這個是5號 這是1號 然後這個是3號 就是3號喔 好 來 我們再來 下一個 反正它下面比較好開耶 然後是下面 好不好意思喔 哈哈哈哈 我們開了就 瞬間翻 你看我從這邊 四號下面比較好開 下面比較好開 下面比較好開 下面打開了 這樣子這樣子 它就開了 趕快小燈 在那邊拉半天 4號 4號是 也是橘色系列 看一下 4號是橘橘 橘橘 應該是在紅一點 對 這個是4號 對 有在紅一點 對 可是沒有5號那麼紅 我覺得5號是最紅的橘色 欸這個很橘耶 這個也很可愛 超橘的 就很夏天的一個顏色 對 非常夏天 我覺得好醜 不會啊 我們就先給大家 今天就是第一印象嘛 一個隨性的開箱 等一下會在試嘴巴上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顏色 它比較隨潤透亮型的 你試在手上其實 不太明顯 對 有沒有就是太透 可是你在嘴巴上的那個 就明顯很多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在嘴巴上試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6號 欸6號好紅喔 我喜歡 6號 6號超紅的 我們 我直接畫給大家看 6號 6號真的 6號是比較一個 眉紅 眉紅色 對 要有一點直的感覺 6號 這幾個顏色 這顏色應該會比較成熟一點 可是其實 我這樣露眼 除在手上好像都很一樣 差不多 對 不論手上是看起來差不多 但我覺得上嘴巴應該是有差啦 我們來上嘴試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我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一開始沒有要去試 OK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好像都差不多 就是真的 可是我是推這個系列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滋潤度 跟水潤度夠高 你如果是嘴巴很乾的朋友 一定要去試 只是 只是如果 你覺得 是不是需要全包 我覺得沒有這比要 顏色 選一個 選一兩個喜歡的 就是去買 我覺得很棒 可是不需要全包 因為顏色差不多 我今天穿這個品口上衣 一直彈起來 你們會看到我很醜 一直拉 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這樣 算好了 這個是 1號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覺得 就跟他剛剛很像 我們這樣會得罪廠商 廠商解決 生氣回去 然後那個 影片按照 按不喜歡 那個 1號給大家看一下 1號你說叫做 什麼 蜜紅色 就是也是一個 有煙氣的橘色系 可是我覺得 它是比 5號 就是所謂的那個花架色 再淡一點點 再沒有這麼紅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怕 就是 不喜歡這麼紅橘色的朋友 或是你上課 上學 想 然後擦一個淡淡的顏色 的話 1號我覺得不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1號是銷售第二名的 是第二名 台灣嗎 日本 日本銷售第二名 大家可以參考 因為第一名是那個 5號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上班上課 如果想要淡妝的時候 像因為我們兩個的妝都比較淡一點 然後 你看這樣子打 我覺得很和諧 不會說很怪 就是太紅或什麼的 攻擊力比較沒有那麼強 好那我們接下來 再試2號給大家看 這件2號上面是寫個pick 它叫淨粉 淨粉色 淨粉色 好這個是2號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淨粉色 它是 怎麼講 不是那種很偏白 那種芭比粉的那種顏色 它有一點點質調在裡面 對不對 就是擦上去會比較柔和一點 我覺得這顏色在台灣可能會買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女生的膚色應該都 擦這顏色會蠻顯白的 比較襯膚色一點 因為橘色其實還是有一點點調人差 對 我們沒有像那個櫻花妹每個人都白的不一樣 所以 橘色他們在日本賣比較好我覺得是正常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粉色可能會買比較好 對不對 這個2號 給大家看一下 美美的 這個擦起來就有跟 剛剛那個顏色就有點差別 有 我覺得這一款是有點藍唇效果 就是OPERA這一款 它的確是有點藍唇效果 它沒有什麼香味耶 我發現 對耶 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味道 幾乎是沒有味道 對 你覺得唇膏要香香的嗎 我個人偏愛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感覺比較不會 吃進什麼東西 對對對 因為口紅畢竟還是會吃進去嘛 對不對 對啊 這是3號的顏色 給大家看 雖然它是橘色 可是不會很顯黑耶 因為它都是調那種透明色調 我覺得他們的色調調都不錯 這個現在擦的這個是3號 給大家看一下3號 3號叫做杏塵 杏塵色 感覺就很漂亮 就是我覺得3號這個顏色是比較有氣質的橘色 對不對 我覺得擦起來就會讓人家覺得你比較有氣質一點 比較溫柔一點的橘色 對這顏色蠻好看的 這也是3號的效果 雖然都是橘色 但我覺得4號是真的比較螢光一點的那種橘色 這樣大家應該就看得很明顯有沒有 有的有的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橘色 這個4號橘色真的比較螢光一點的 亮一點的橘色 然後它擦在嘴巴上的效果是這樣的 等一下看一下 欸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們兩個有點太白 對 我們兩個膚色偏白啦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但我覺得4號這個橘色它是比較亮的橘色 好像更顯白耶 是不是 有嗎 有更顯白嗎 好像有 因為整個看起來都變亮了 好像有更顯白 我覺得超亮的 可是我覺得這顏色還蠻挑 挑 挑 挑膚色的 可能太皮膚比較黑一點 對比較黑一點可能就不適合這顏色 反而會顯黑 但如果也是 偏白 白肌的 我覺得這顏色 會讓你看起來更白 而且好像顯牙齒白 對啊顯牙齒白 這顏色還不錯 這個是4號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4號的 這個樣子 我覺得唯一 現在試到現在我覺得唯一 可能比較挑膚色的就是4號嘛 現在我們嘴巴上的這個顏色呢 是 就是 一開始我試的那個 花架色 這個5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螢光感沒有4號這麼高 然後我覺得 是一個 也算是比較百搭的 顏色啦 而且擦起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看起來就是很幸福 看起來就是 一個 怎麼樣 生活很快樂 無憂無憂的感覺 很美滿的一個顏色 如果你想要 讓別人覺得你生活很快樂很幸福 你可以擦這顏色好不好 看起來整個氣色很好啦 簡單來講就是 氣色很好的一個顏色 這個是5號 給大家參考一下5號 而且5號也是比較顯色的一個顏色 對 前面的顏色呢 都透透的 沒有這麼顯色 但是5號的顏色呢 是比較重一點的 如果你喜歡顏色稍微 重一點 紅一點的話 你又怕這樣子水潤的顏色 沒有辦法顯色度那麼好 你可以買5號 我覺得5號不錯 而且他在台灣一隻很便宜耶 比這隻很便宜 對 他進來台灣的價格 超佛心 在此先跟廠商說一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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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姊姊可能要看到我們的影片 要看到說謝謝 他人真的很好 感謝你們就是 把這個好東西引進台灣 然後還給我們這麼便宜的價錢 非常的棒 下面我們再加日文字幕給大家 好那我們現在4、6號給大家看一下 從屁股 按壓 從屁股按壓 從屁股按壓 噔 就開了 請大家不要笑我們跟白痴一樣 就是 從最上面開 還差很 差很開超久的 還蠻好看的 嗯 我覺得這套很好看 它算是比剛剛那個5號顯色吧 我覺得兩個顏色是 顯色度差不多 可是兩個顏色是不一樣 嗯 5號是橘 橘色 比較紅色 對 它看起來會比較年輕一點 那6號呢 是帶一點紫的 有點眉紅色的感覺 所以它會看起來比較成熟一點 對 這是6號 給大家看一下 6號也是一個 怎麼講 我覺得它其實 認真來講 我覺得它也算花架色吧 看起來是蠻 比較成熟的花架 比較成熟的花架 可能結婚兩年 5號是新婚的好不好 5號是新婚 剛被求婚的那種幸福的感覺 真的真的真的就會有這種差別 這是6號 給大家看一下 總 整體來講啦 我覺得 這個唇膏對我來講 算是 嗯 會平常想要丟一支在化妝包裡的那種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夠滋潤 所以如果今天你吃飯 或者是 你覺得今天 唇部狀況不好 其實你都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因為它擦上去 它就會幫你解決這些乾燥的問題 然後 又可以 讓你看起來 氣色比較好 淡淡的 不容易出錯 有時候啊 其實那種 需要瞄準很久的唇膏 我反而 不會喜歡 一直在出 太麻煩了 因為你不會有那麼多時間 站在鏡子前面 慢慢瞄準 有時候可能就是 吃完飯 你要趕快補一下 沒那時間 你可能是拿手機滑 這樣子的唇膏 是最 安全 不會出錯的 對不對 就是比較安全派 因為日本的女孩子都喜歡這種感覺 日本都方便嗎 對 他們喜歡這種就是 百搭 不會出錯的東西 因為他們比較謹慎一點 然後 這種水潤的感覺呢 你也不用再多帶一支護唇膏 就算你今天忘記帶護唇膏 你也都擔心 完全水 對 很多口紅是你一定要帶護唇膏打底 它是沒有辦法看的 如果你跟男朋友約會 那多可怕啊 唇紋 唇紋都跑出來見客 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唇膏 整體來講我是喜歡的 其實我覺得它顏色的辨識度沒有那麼高 就每一個顏色每個顏色 我們自己看會覺得有點像 所以如果說要我推薦的話 我講一下各自喜歡的顏色好了 選兩個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要想想要看 我剛剛要試眼鏡的最後兩個 我剛剛要試眼鏡的最後兩個 你擦太多了嗎 可是花架真的很好看 花架我也是 我覺得花架一定要選 花架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 花架必選 就是明明喔 你覺得這麼多顏色差不多 但是花架真的擦起來 你就是會覺得 就是有一個眼睛一定要 這樣的感覺 對 很怪 明明我們都覺得它差不多 可是五號就是好看 什麼魔力 還是我們被花架兩個字洗到 但是我覺得五花真的 我們兩個 要挑喜歡的 共同的這顏色就是 五號 五號 五號花架色 大家可以試試看五號 比較不挑人 然後看起來就是新春的那種顏色 然後呢 我自己個人除了五號之外 我要再推薦一個顏色 我會推薦這個 二號 就是 一開始擦的那個粉色 淨粉色 因為我覺得那個顏色也是屬於 比較不挑人 就是應該是一般台灣 女孩子的膚色的話 都會滿白搭的 然後也是一個比較粉嫩一點 親切 有氣質的顏色 所以如果個人要選這六個顏色裡面選兩隻最喜歡的 一個就是五號花架色 一個是二號的這個淨粉色 然後你的另外一個喜歡的是 六號 六號 就是你下嘴巴上面的顏色 就我們下嘴巴上面的顏色 對 因為它比較成熟一點 可是看起來又很幸福 對就是結婚兩年跟新婚的差別 就剛剛講過 我比較喜歡結婚兩年的 然後那種成熟的感覺 成熟的感情的那種 穩定的基礎的感覺 對 就六號比較成熟一點 所以今天呢我們總共推薦三個顏色給大家 一個就是二號 是這個淨粉色二號 然後第二個顏色呢 就是五號這個花架色 日本No.1的 然後再來是六號 六號 這個也是粉色系的 這個是六號的一點眉紅色 成熟一點顏色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這六個顏色要從何下手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的建議 二號五號六號先去試看看 因為我覺得 其他顏色可能都會 講真的都有點偏太淡了 你知道嗎 可能台灣女孩子會覺得 那種還不如擦虎唇膏 是不是就好 就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是 唇色偏深的朋友啊 這一款唇膏要上之前 我建議先遮瑕一下 或者是就是用粉筆罩 改一下顏色 不然可能它顯色度在你的臉上 真的會 很淡 真的會看不太出來 可是 因為像我們兩個的唇色都偏淺 嗯 不是那種很深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上 不用另外遮瑕沒關係 OK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試的 這一個 OPEA唇膏的一個小小的介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顏色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然後 總體來說 你會推薦大家買這個唇膏嗎 因為它一隻也才380 真的 我記得 我覺得我還蠻推薦的啦 其實是 學生 跟上班族 如果你不能擦 太濃的顏色的話 這個系列的唇膏 真的就很適合你們 我覺得可以去試試看 你覺得怎麼樣 OK 而且很方便 就是很方便 就是它不用上護唇膏 這點是我最推的一個 對 因為很多唇膏 它只要上護唇膏再上 才會比較漂亮 那它這個有點像是 就是二合一 就是口紅結合護唇膏的感覺 所以就不用再多大一隻 而且 不用鏡子就可以直接補妝 這點也是很方便 它有點染唇效果 所以你也不用 一隻鼓鼓 對 這個也是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